講話只要漏風啊 或者走音 大家要原諒我 兜上去 開店 竟然有燈 還要是紫色的燈哦 只要你的手轉 他的頭就跟不轉 竟然可以打直用 哪一系更加更加窄的地方 世界上只有兩種吸塵器 一種是Dyson 另外一種就是其他 好 我是可能最新款 剛剛發布的 Dyson OmniGlide吸塵器 講真的啊 這樣子的Dyson吸塵器 我真的是第一次見哦 所以今天我講話等下露風啊 他的走音大還要原諒我 OK 我們現在組裝起來先 這是他的紙棍 然後這個是他的吸頭嘛 所以這邊紅色就會對回紅色的位置 這邊 這些我剛才都講 不同的吸頭 只是不同的用處罷了 OK 這個就是他的充電座 捏 好像晒衣架的 這個可以晒內褲 他這邊有一個洞 這邊又有一個洞 哪裡哪裡那個洞 然後這邊 跟No這邊有一個洞 然後 登登 OK OK我們現在已經鬥好了啦 這個就是鬥好了的 Dyson OmniGlide的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鬥好了的 Wireless Charger的樣子 OK接下來呢 我就會針對三個部分來講 就是他的外型 賣點 還有他的細節 馬上開始 剛才我已經講過了 這是Dyson最特別的吸塵機啊 我見過V8 見過V11 什麼Fluffy 什麼Slim的 他們的外型都是 他們的Engine在上面 然後手這樣子 很像扣板機這樣子 類似像Wireless Charger的感覺 這OmniGlide就完全變了 他抓著的地方 是一直棍的地方 Chotamate 我知道你們想問什麼 你們想講 他長得很像Mock 是不是 的確是有點像的啊 但是你們看完下去 你就懂 為什麼他要做 這樣子的一個設計啊 我把上面呢 有兩個按鈕 Power Button 還有一個Max Button 也就是說 他的使用方式 跟之前的Dyson吸塵機 已經是完全不同了 之前是開槍的方式 要一直按著 現在就是按一下 STOP 再按一下 OFF 然後你的手就好像Mock 這樣動來動去 轉來轉去都沒有問題啊 而且因為很輕一下 所以你拿起來 你什麼方向都很容易adjust的 然後後面這邊呢 是Battery的位置 如果你要帶出門用 你有錢的話 你可以買RaleyBattery替換 不然的話 你放在Charger Charger好了啦 孔啊 那這個Wireless重點桌 就是Get the Warba的位置的 這樣放就Charger了 然後還有各種各樣的矽頭 通常矽頭勒 我都不怎樣講的啦 帶過就好 但是這一個就必須講 它看起來很普通的一個長型矽頭 兜上去 開店 竟然有燈 還要是紫色的燈哦 根本就是Zorro雙刀即時感 那有燈的好處呢 就是細窄小縫隙啊 暗暗的床底啊 全部都看到 真的外型我就只有一句話 就是very輕巧 very方便啊 咦 Dyson的賣點呢 肯定就是它的Engine啊 但是Dyson Omnigal 還有整個體型比較小嘛 所以它的Engine的部分 也是比別的機型小的 這樣子很make sense啊 可是它的轉速依然是很領多 它每分鐘都可以達到 10萬5千轉 所以它的吸力 真的不是開玩笑哦 氣旋技術聽說 耗時一年半才研究出來的 只有工程師才知道幾複雜 反正就是結果Omni Glac做出來的離心力哦 比V11還要強 就是一句話 吸力真的666 你看我啊 我現在的地板已經是用燒把掃過 肉眼看似很乾淨了的 但是我用Dyson XT 還是吸到灰塵 為什麼 證明吸塵機 還是有吸塵機存在的原因啊 第二個賣點就是它的吸頭 Dyson Omnigal的Omni的意思哦 中文翻譯就是全方向 意思就是它的吸頭 只要360度轉都ok 只要你的手轉 它的頭就跟著轉 這是之前Dyson都沒有的啊 你要蛇形就蛇形 你要弓形就弓形 吸牆壁都可以啊 最厲害的是 因為它的吸頭本來就比較小 所以一些比較窄的地方 全部都少到 加上這個可以轉來轉去的頭 竟然可以打直用 拿來吸更加更加窄的地方 聽吧有沒有 至於細節方面 第一個肯定就是這個 雙刷條滾輪 這兩個滾筒通通過齒輪連接 反方向轉動 速度一樣 摩擦力也一樣 簡單來講就是可以前後對稱式的吸塵 往前推可以吸塵 往後拉也可以吸塵 這樣就可以更加省時間省力 二 那兩個反方向的滾筒 所產生的氣流到底去到哪裡咧 這個就是第二個細節 保留擋板 這個東西哦 完美解決了氣流的問題 所以吸塵的時候滾輪是順順去的 第三 輪子 吸頭之所以可以360度轉來轉去 除了是靠棍的連接處 最重要還是這四個輪子 它可以墊高滾盤1mm左右 所以你用起來是更滑的 第四個細節就是它可以180度完全躺平 哦 總可以吸到床底坐姿地哦 第五 倒垃圾的方式 只要你這樣子手一推 就可以倒垃圾了 其實真的是蠻順手的 從我的角度來 我覺得Dyson Omnigrad L 很像是Dyson的絲繩子 它是一款幾乎重新設計過的產品 90%都跟之前的哥哥們是不同的 每個地方都是小細節 每個小細節都包含了工程師的新絲 才出來的這個新產品 所以現在大家知道 為什麼Dyson賣那麼貴嗎 因為研發需要很多金錢 很多時間還有很多的腦力 就是隨便你拿個OEM 就可以出的產品來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很殘忍但是卻很真實 就是世界上只有兩種吸塵器 一種是Dyson 另外一種就是其他 好 這個吸塵機很快就會引進門去了 想買的話可以準備準備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記得點讚、分享、訂閱 還有打開小鈴鐺哦 拜拜